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酒精是不可或缺的消毒品 但民众需要注意的是 酒精更是一燃一爆瓶 75%的酒精闪燃点非常低 明火以及电气引起的火星就能点燃酒精甚至引起燃爆 因此在使用时一定要注意 在使用酒精的时候 要注意不可以喷洒 而是要以擦拭的方式使用酒精 也就是用酒精消毒液擦拭物体表面即可 但室内擦拭家具物品时 也要注意擦拭量不要过大 因为擦拭的酒精会挥发 如果是室内空间 特别是厨房内有过多的酒精蒸汽 以产生爆炸和火灾 观众需要注意的是 切勿向衣服上喷洒酒精 因为衣服上的纤维会产生静电 静电可点燃 喷洒在衣服上的酒精会把衣服点燃 严重者会烧伤身体 也不要向身体上喷洒大量酒精 其危险又可能会引起过敏等不良反应 如果一旦生酒精引起火灾 观众一定要及时地使用沙土 湿抹布覆盖灭火 覆盖后隔绝空气 若需要可以拨打911进行求助 许多观众可能会有个疑问 时常在新闻中看到的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如果戴着口罩是不是就无关紧要了呢 答案当然是No 原因是虽然使用口罩可以防止飞沫传播 但是如果许多民众没有正确地使用口罩 也可能因为戴口罩而忽略了保持安全距离 或手指触摸到口罩外侧 而后又碰到口 鼻 眼睛而导致感染 此外 一些没有症状并且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的人 也就是我们所称的无症状人群 是传播新冠病毒的高风险人群 因此在公共场所既佩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 是对自己和他们的双重保护 对于许多人来说 新冠病毒期间待在家里已经成为了常态 甚至许多运动爱好者也停止了运动的习惯 其实大可不必 几乎所有病毒学家都认为 防御新冠病毒的关键是避免直接接触 而不是避免活动 此外 在疫苗尚未问世和充满各种疑问的情况下 战胜病毒就只能依靠自身的免疫力 而运动可以增强免疫力 不仅受新冠病毒感染的可能性小 而且感染后痊愈的机会也更多 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 成年人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 最好至少是300分钟的耐力运动 抑郁防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高血压 癌症或抑郁症 而对于户外运动来说 观众需要明确的是 只有在一大群人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的情况下 才会有危险 选择人少的地方进行适当的运动是可行的 但是观众需要注意的是 户外运动的时候不要触摸很多其他人摸过的任何东西 例如避免使用公园中的健身器材 并且在运动后记得洗手哦 中式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